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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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让我去百分百信任他 这我做不到 老叔他受伤害了 他有阴影了 他对我工作中还有家庭朋友所带来这些影响 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虽然我现在挺想和他在一起的 但是他做这个事情让我很纠结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种行为太幼稚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还不就这样就算了 编导连续给了两个问号 爱情是什么 信任是什么 信任和爱情的关系又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杜26岁来自甘肃 是一名医院的科员 女主任公小徐27岁 同样来自甘肃 是一名护士 来 有请两位 还是大家熟悉的那口密码箱 密码箱当中放着的 还是两个人彼此并不知道的秘密 你们愿意把这个秘密公开吗 我愿意 愿意 是一个医院的吗 是一个单位的 那就进水楼台先得月 可以这么说 而且我们高中同学 虽然大学没有联系 但是就是在我工作了有两年的时候 他就是突然来到了我的单位 高中其实对他有点好感 顺势的就去展开猛烈的公式 然后就把他追到手 但是追到手之后吧 就感觉他这个人还是有点问题 比如说我给他送礼物 礼物嘛都是很惊喜的东西 但是没想到每次都是惊吓 什么意思 我就是把礼物拿给他出来 他就无嘴哭 能哭一晚上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瞒了我点什么事 我就去问他为什么 然后他就是也给我交代了 说是他有一个前男友 在大学的时候谈的 谈了三年 他们俩分开其实不是感情问题 是因为那个前男友的父母不同意 然后他就伤心地回来了 你是跟他交往的时候 实际心里还有那个男生是吧 没有了 我当时回来的时候嘛 可能是心里面总是 很有难过的地方 但是我答应跟他在一起 那我就是决心放下之前的 这些不快乐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放下 因为就中间还是发生的那件事 这都是你以为 交往大概半年多的时候 他因为当时离开那个地方 比较仓促 是浙江嘛 然后他就是要回去办一些手续 因为毕竟男女朋友我 我就是意思是陪他就去 结果单位太忙了 就没有陪他去 你当时去就是为了监视我 对 是 我可能是在监视你 但是我也担心你的安全啊 而且毕竟你 毕竟你有一个前男友 毕竟你的前男友没有担心我 毕竟你和你前男友 感觉藕断思连的人 确实不放心 我有藕断思连吗 那些都是你以为的事情 那你说你那次去见了没有 都是你自己动转出来的 你说你那次去见了没有 是好几个同学一起 又没有单独去见他 你们俩刚才说交往 小两年了对吧 对啊 其实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你们俩不是也非常平顺地 在交往吗 对不对 后面他是给我了保证 说是再也不会和前男友联系了 那你今天扯这事干嘛 但是后面发生点误会 虽然是我是大部分过错 其实我觉得他也有责任 今年过完年之后 我们父母也见了面了 房子现在也开始装修 同事已经提上日程了 那不挺好吗 就是挺好啊 但是三月单位又组织 他们上海学习 我就觉得其实这挺好吧 嗯 但是 这想了一想 上海和杭州好近啊 浙江好近啊 高铁就二十来分钟 啊 这后边已经见前男友了对吧 然后呢 你就劳于你这种 我知心多 我知父 然后我就说 你以为我去学习了 就要去干嘛了是吧 对是前途上的事我是支持你 但是那地儿不对 你前面还有事对吧 你前面的事我们还没过去对吧 还没过去 你这心够宽的 所以他就老跟一小孩一样 就纠结这个纠结那个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我就把他劝住了 我就说学习嘛 我们下回再有 而且这快结婚了嘛 就房子也快装 你就别去了 然后他又告诉我 他那边有一个大学同学 相关相当好要结婚了 我说那行去 他这人数字方面相当不敏感 可是说近乎白痴 就是给他两张银行卡 就三个月改了四次密码 都是因为他忘密码 怎么了 然后我就去把他QO密码试出来了 因为他密码确实太简单了 你简直无耻之急 还到我QO 然后呢 前面这天QO姓氏都挺正常 啊 结果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深更半夜 他前面有谈出条消息 说是 你怎么来浙江了 怎么没有联系我 说明他们俩之间没联系嘛 至少你女朋友 没有联系他的前男友 但是这就是他 前男友联系 他说不定 他就偷偷地发短信 发微信 我没回人家发了还不行 你管那个太专了吧 苏老师听不下去了是吧 苏老师听不下去了是吧 我听明白了 不是听不下去了 你们现在有一个词啊 前男友你说的 对 你才是前男友 你瞎说什么呀你 你高中时就是认识了 但我高中没有 那个人高中的时候 还不认识在哪儿呢 不知道啊 我高中没有追成 所以你不能把那词乱用的啊 高中的时候 你是他前男友 仔细会想想 要随便点滴了自己 他要心思不宽 他还这样嘛 孙老师 不是 他就改变了 思维一改变就改变了嘛 对 来 接着说 前面都挺好 他回来之后就不一样了 一下班 我说走一去装房子 房子看看去 看看电影去 他说算了吧 我今天有事儿 我就问他什么事儿 他就说 先不告诉你的 到时候再说 这肯定让人感觉 就不太放心了 你怎么不说你又犯病了 这是犯病嘛 我就想知道他去干嘛了 你去看看他不就得了吗 所以我就跟踪他了 你是跟踪啊 因为他不让我去看 他就说让我别管 他到时候会告诉我 他说会员但也不跟我说 但是吧 跟久了 事就出来了 你跟了多久啊 跟了半个月啊 出什么事儿了 他吧 和他闺蜜一起去了一家医院 是个做人流的专业 他一进了医院 当时我就觉得验他了 我当时就一根烟 接一根烟再抽到门口等他 我就肯定 你不是说好了戒烟的吗 是的 你戒烟 但发生着是说 又找到理由和借口了是吧 说实话 我当时我整个人都不对了 整个世界都黑白了 你不就又怀疑我怎么样了吗 然后他出来之后吧 我当时确实 直接就冲轰头了 就上去就把他包夺过来 摔到地上踩两脚 他吧也是个极皮子 他不跟我解释 他就扇我两个饼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每天喝醉酒呗 那肯定这酒消息就愁更愁吧 结果就愁真的更愁了 你的都是自找的 他干嘛了 他当时就把我和我闺蜜 都被闺蜜堵医院门口了 破口大骂 张嘴就是什么 我怀了别人的孩子 当着那么多人面 就是嚷嚷着 你大男人 你像不样吗那样子 当时确实我也没办法 就想到你 你要给我戴绿帽子了 你怀了别人的孩子了 哎呦 这都哪跟哪啊 我现在才把实话说出来了 你根本就不问事情 青红皂白 你就这个样子 哎呦 我发现这姑娘嘴也厉害 本来她做这些事 这就人神供奉呗 你问她 你问她回来 还做什么去的事了 做什么了 她跑我科室去大闹 然后就给大家都说 我喝醉了吗 喝醉了吗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喝醉了 早上酒还没醒吗 你接着 什么我跟别人男人鬼混了 然后给她戴绿帽子了 是 这件事是我错了 她现在全世界都是绿色了 我知道后面 她要跟我说清楚 这没这事了对吧 要有些事情 能那么方便地说出来就说了 可是我没有告诉你 我跟你讲了 我是你男朋友啊 合适的机会 我会跟你说的 我都快和你结婚啊 那又怎么样 我对你掏心掏肺坦诚相待 我也希望你能坦诚相待 我觉得你做事 特别没原则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没有考虑过后果吗 姑娘 我问一句啊 你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你也没考虑后果吗 我考虑过 正因为我考虑过这么多 所以我才想是先不要告诉她 她特别冲动 不是 你明明知道 她是一个冲动的人 她又管不住自己 她又是这么 她就是小孩 这么一个多疑的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她呢 有误会不可怕 我不理解的是 你明明知道她是小心眼 她多疑 她有脾气 为什么你反复地给她制造 让她误会你的机会 然后去吵架 所以我要问你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 你真的爱对面这个男人吗 爱是肯定爱的 但那是曾经 从什么时候就不爱了 从她做这些事 一次一次又一次之后 是特想挽回吗 确实 因为毕竟高中时候也喜欢嘛 好了 我相信我们的四位老师 已经看到了 这里面的很多问题 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孩子 问题核心在于你 也在于你 都有责任 你疑心太重了 你爱他了 这就可以了 又生活到一起来了 还要去想别的干嘛呀 你越想实际给自己 设置了一个陷阱 这个障碍 越险越深 男人大度一点 把这杂念排除 爱是一个豁达的 忍让的 忍耐的 你不要希望她 从你做起 她也一样 从你做起姑娘 每个人好是一女一男 才为好 女子嘛 男人在后啊 拖着她嘛 所以称为好嘛 她有问题 每个人都有问题 你怎么知道别人没有问题呢 可是她太过分了 她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好吧 所以你这个太过分 要好好解决 每个人都有问题 我告诉你们孩子 没有人告诉过 你们婚姻怎么样走 我也是因为 上面没人告诉我 我才走了弯路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真的要从自己做起 认真真去完成自己的生活 好好对待自己的爱人 珍惜她 好吧 姑娘啊 学会原谅一个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这样一个人 虽然她天天跟踪你 或者怎么样 真的爱你 她老是拿这种 爱我当做一种 理由和借口去禁锢我 就这样让她跟踪到医院去 这件事情 本来是 就我闺蜜 她不想让这件事情 让别人知道 毕竟这种太意外了 到现在很多人 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让我的闺蜜 特别影响她的生活 特别自责 但是你要知道啊 你今天为了闺蜜 你要是放弃 这样一个爱你的男人 我觉得将来 你会恨你这个闺蜜的 你发现她幸福了以后 你怎么办 如果因着她 这一半永远不能原谅 你也很孤单 她那个朋友也很孤单 最后我相信是两个人 两个悲剧 如果她能够悔改 你给她一个机会 再相信她一次 好吧 谢谢老师 好 我觉得他们俩之间的问题 绝不是小事 这位男生跟踪监视 甚至于还使用暴露 对吧 你把他的包夺过来 踩在脚下 但是可怕的背后是什么 是可悲 你们在一起这么长 从你自己出发 你根本就没有自信说 你比她前任好 女孩儿 刚才主持人在问你说 你爱不爱她 你说在她一次又一次地 伤害你之后 你不爱她 你从一开始 就没有爱什么 我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真的爱她的话 她很担心你很在乎你 但是你去那么多趟 你所谓前男友所在的地区 你为什么不跟她沟通 因为我知道她会担心 她潜在地认为 我们可能会有联系 所以我不能让她一开始 就有这种不安定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我没有告诉她 我后来去上海进修的时候 参加同学的婚礼 是确实没有跟前男友联系的 我们问心自问 你心目中的男朋友是什么样 是她这样的吗 她倒是很符合我的标准 她很符合 如果你真正地去爱她 你要提前跟她沟通 如果你真爱她 类似于你规模的事情 就不应该再发生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 她符合你所有的那些条件 但真不是你真心 那些人发爱的那个人 那你一定要想清楚 否则你结婚之后 一定会后悔人 结婚之后再发现 她不是你真正爱的人 那会儿你们就面临的 对你的伤害是更大 所以我希望姑娘你能考虑清楚 男生很喜欢联想 就应了我所说的那句话 你以为你以为的是你以为的吗 她的联想是因为爱 所以她会揣测 你会做出怎样不利于她的事情 你也善于联想 你的这种联想 也在于不信任 不信任你的男友 能够包容你所做的一切 能够释怀你所做的一切 但你不是因为爱 是因为防 我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男生不信任 而女生呢不交心 你们之所以能够现在还在一起相处着 是因为虽然女生每次都声色利润 而男生却每次都以嬉皮笑脸来缓急 貌似每次问题都解决过去了 其实没有解决过去 都是以男生最后的和颜悦色 而把这个问题依然埋藏在彼此心中 有彻底的解决过不信任的问题吗 没有 如果第一次你去浙江的这样一个问题 最后你们释怀了 产生了基础的彼此信任 就不会再有闺蜜所谓的问题 男生会说 如果你跟我交心我能不信任你吗 女生会说你要是信任我 我能不把心交给你吗 那就成了一个鸡生蛋诞生机的问题 永远也说不清楚 而这一直是一个相互依存的问题 男生要想啊 你的女朋友是个有前情过往的人 他难以从以前的故事当中拔出来 这是每个人的人之常情 你既然找了这么一个女友 你就必须得信任他 否则的话你就去找一个初恋 想要从一个女生心目当中 把另外一个男生取而代之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你可曾知道不管他走到哪里 触及到了每项事物 都有可能想到以前的往事 人可以不看 可以不听 却不可以不联想 就像你一样 你可以做到不联想 你可以做到他就可以做到 你既然摊上这么个女友 你就必须以其他男人十倍的包容 来信任 而我为什么说女生不交心 就像曲总所说的 我也认为在你心目当中 你大概是不信任男方 你总是觉得他不能够包容 你所做的一切 但是甚至你连尝试都没有尝试过 你哪怕是尝试一次 你跟说亲爱的千万不要怀疑 我这次去浙江怎样怎样 我不是去见他 我确确实实我要怎样怎样 你哪怕是跟他交一次性呢 你没有 你过多的把他徘徊在了信任之外 我们说相爱容易相处难 相处容易相信难 相信容易相量难 如果你们一个不能信任 一个不能交心 这些问题种种不能解决 那么将来任何一件事情 都有可能触发你们内心的原罪 那个时候你也痛 他也痛 所以说你们真的要闷心自问 你能交心吗 你能信任吗 若是可以便今天走下去 若是不行便好自为止 就这个 真的曾经那么爱过 你跟你前男友之间 曾经面对过的一些问题 如果他这么在意 你为什么不能跟他 稍微的透露一些些呢 你告诉他的是 我们很相爱 因为他的父母反对 所以我们不能在一起 我要是一个男人 我就会想哦 那要是你们的父母不反对了 你们不就在一起了吗 所以就是一个互动关系 真想在一起 就坦诚 真的不想在一起 就别耽误 接下来的时间 是属于你们自己的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亲爱的 每次吵架呢 我都会在半天之内 就会去找你去道歉 不管是谁的错 可能是我的错多一点 我希望呢 这次你也能原谅我 我以后会尽量去 改正掉我这些毛病 而且我会 去用十倍的包容 来包容你的这些毛病 我只是希望你能原谅我 然后嫁给我 我觉得我可以考虑回去 把前男友的QQ拉黑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我的闺蜜 我还是觉得 我好像伤害她了 至于我们结婚了之后 会怎么样 其实 我幻想过很多个场景 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觉得 时间特短 多后悔过去那段时光 没有尽心地交流一下 我还坚持我自己那观点 供你参考啊 你闺蜜的今天 是她自己的人生 给她身体和情感带来伤害的 她不算是元凶 元凶是她自己和她的男朋友 来 请交换箱子 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其实碰到了挫折没什么 大家学会沟通 大概很多问题能迎刃而解 为男生说一句话 如果说信任只有一次的话 男生是给了女生一次信任 而女生一次都没有给男生信任 对 我会觉得她的问题比较大 对 她一次都没有信任男生 来吧 看一看她们自己的选择 5 4 3 2 1 杰丽雅提醒您精彩栏目 稍后继续 杰丽雅提醒您 精彩栏目马上开始 5 4 3 2 1 请开门 哎 我看看这个箱子 你看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你什么老可以是吧 男生这个感动了女生了 我已经为你戒烟36天了 平时都特别讨厌我抽烟 然后这段她时间不留了两个月 我再烦也没有抽过一盒烟 我只是希望能拥致 通过这个行为来挽回她 因为她曾经说过 戒烟是让她最痛苦的事情 嗨 她最痛苦的事情 是你去浙江出差 是吗 兄弟 就是戒烟和她去浙江出差这件事 这一块更让你痛哭呢 那就杨出差 你看看 你看看 孙老师 我怎么就那么佩服你呢现在 你还记得你说了一句话吗 你跟那男生说 要说前男友你是前男友 我给大家读一下女生的这段话 其实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喜欢过你 你是我的初恋 可没想到跟你在一起后 你那么的不信任 哎呀 孙老师可以可以可以 来 用请我们的小话筒 感谢谢里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套装 当你把这个套装礼盒送给你的 心爱的她的时候 希望你在心里默念爱要有你才完美 同时要感谢智生活想人生 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3980元的 地宝680一台 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 来 各位 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 神圣而浪漫的时刻 亲爱的 这是我第二次求功 这次我要再让大家见证 我们俩的爱情 希望你嫁给我 今天十分地感谢四位老师 那我把她挽回来 我以后尽量能做到十分地包容她 信任她 另外我再告诉你 我来自杭州 欢迎你们来杭州 谢谢四位老师 祝你们幸福啊 如果说他们之间是不信任的话 下面的人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 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 我们两个当初就是因为爱情在一起的 当初有多少爱 现在就有多少恨 其实在婚姻当中吧 每个男人都不希望老婆 对自己认为欺骗 我也是一样的 我希望老婆对我是真心相待的 可是她没有 结婚之后她总是翻就账 然后后来我们就不停地吵架 之后忍无可忍我们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有些后悔吧 而且我俩离婚之后吧 都没有彼此地离开对方 都没有离开这个家 离婚之后她的所作所为 我真的无法忍受 我觉得她是在报复我 其实她对我杀很大的 我现在吧 这样的情况也是她一半造成的 真的 我挺痛苦的 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了爱 还是在互相折磨 接下来你们将碰到的是 一对已经离异的夫妻 大家看看怎么帮他们支招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李29岁 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工人 女主人公小梁26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导购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宜然还是那口密码箱 装置是他们彼此并不了解 对方的一个秘密 愿意把那个秘密公开吗 愿意 愿意 因为经历了很多事 所以咱们来话断说 我们先说说婚前吧 婚前我俩是2011年认识的 我俩出的相那时候 她一直跟前男友保持联系 后来是越来越过分 怎么个过分法 有一次就是她那个上网聊天 我看了一眼感觉是个男的 我就问她是谁 她跟我说是她朋友 问她是男朋友女朋友 她说她用你管 然后我当时我就感觉很生气 后来我过一会儿跟她说 我能把她删了好吧 她说我删她 就这种一气 你知道吗 我接受不了 是这样的 我俩认识的时候是五月份 然后我俩只是朋友 那时候我有男朋友 但是已经分手了 然后偶尔会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什么的 然后她就特别在意 其实那时候 我跟她没有那个情侣关系 她就耿耿于怀 她说得很不对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件事 她家楼下有一个大娘 结果人家很不错 就把她那个职女儿介绍给我 然后我就同意了 同意之后 然后她那时候有男朋友 她姐姐是我家邻居 你知道吧 我俩通过聊天 就是感觉 我对她感觉印象很不错 然后她对我印象也不错 我说那个咱俩回来之后 相互跟那个 我介绍这个 我跟她说不行 然后那个你跟前男友分手 她前男友 你知道吧 已经吵架了 吵架之后 然后闹得很矛盾 她俩已经分开了 我认为我可以给她 去安慰她 去照顾她 所以说我想跟她在一起 然后我就跟那个小姑娘说了 我说那个妹妹 大家真的不合适 然后我挺伤人的你知道吧 小姑娘听完之后 哭着走了 而她却没有结束 干嘛耍人吗这不是 这不是坑人吗 听明白了 等于你们俩一开始的时候 都各自有对象是吧 我那个不算对象 我那个也不算 我那个也不算 我那个已经分手了 好吧 明白了 即使在婚前 就闹了这么点事是吧 还有其他的事吗 有很多 我对她那时候 是全心全意投入的 衣服鞋什么都给得买 吃的也给卖 我进来就满足 她又给她爱她 就为她付出一切 而她没有那么对我 有一次就是说 她打电话没人接 然后打她单位去了 她说那个 她打电话落家了 然后我一听 我就去她家了 给她就是 取完电话给送去的 在过程之中你知道吧 手机响了 有三个短信 发的什么呀 说妹妹 是不是声哥哥气了 叫妹妹难道 我俩这之间 你俩已经分手了 哎哎哎哎 你就是这么小心眼儿 你不知道吗 我接着就问了 我很好奇了 就她既然跟她前男友 也没断 你又这么生气 你干嘛要娶她 你什么时候娶她吧 2012年 2月20几号 我记得很清楚 你们俩认识 没多长时间吧 都发现她跟前男友没断 你又那么在乎 你干嘛跟她结呢 爱她 我当初跟她结婚的时候 就是她家庭条件 也是很一般嘛 然后我就是喜欢的这人 就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彩礼啊 婚纱啊 无所谓那些 裸婚 对 婚姻中应该有很好的调整吗 还是就这么打打闹闹 鸡飞狗跳 我俩结婚以后就是 天天吵 没有不吵的时候 为什么吵 就是以前我 我俩出了一项的时候 前男友我打个电话 发我短信这些事 没别的 然后装修房子也是我家人 就是从老到少 就是我家人 就是我奶我爷 我爸我妈 我姑姑娘 我一全去帮忙 她家人一个都没看到 这个首先是我家出的房 我爸出的钱装修 但我爸我妈确实很忙 单位走不开 而且就是离得很远 不方便 这是钱的问题吗 我爸我妈为成什么样的 为装修这个房子 不是说钱多少钱 你心疼你知道吗 你心疼 你什么时候心疼了 我说不代表我心里不难受 明白吗 那你怎么不觉得我妈好呢 我觉得你妈好 但是你说这些问题 你妈才惯着你了 明白吗 你妈不惯着你吗 都惯着 因为都是独生子 真的妈把我当她的一切 你说你比我大四岁 你什么时候让着过我 等于装修的问题打仗对吧 其实是问题 碰事就打仗了 是不是这意思 你不能那么说 你说我俩就是说 给你再说些事情 因为死我们俩坐公交车 然后一开始 她脑袋正在胳膊上 我跟她说俩是很开心的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会受你欠 我推了一下 然后她推我一下 后来后来也变成了 也变成了吵架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 你下手真的很重 我真不是有意义的 我本身我就抗疼能力比较弱 你动一下我就很疼的 然后她都不信 她每次打我都很疼 然后我打了之后她就生气 然后就报诉口骂人 我打了一下 她打 不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不论是在公交车上 还在大街上 你觉得动手是真的打你 还是说夫妻之间闹着玩 她动手 她认为只是退一下而已 其实我已经很疼了 明白了 像她跟你弄急了 你会回娘家吗 她就特别小心眼 结婚以后她总看着我 她就说她是落下这病根了 她现在是我造成的 我当时我对你什么样 心里不必须吗 你不让我回家呀 那时候真的 我对他们的时候真的很认真 我非常能复出一切明白吗 我不认真吗 结婚之后我不认真吗 不不不不 结婚之前你对我的那种态度 那你就是结婚之前 你对我的做法你知道吗 既然已经结婚之前 翻来的爱情又是弄楼 明白吗 高层明白吗 低级被打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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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要盖高层 让你盖了吗 你盖好之后 你每天都在拔 是你在拔 不是我拔 先冷静一下 你们俩婚后的生活 是不是就这么打打闹闹 几乎天天如此 那你们在什么时候离的婚 结婚半年就离了 2012年9月份 谁提出来的离婚 我提出来的 当时因为什么事啊 就去离了 因为有一天晚上 我俩打算去 一起去网吧包酒 他喜欢玩游戏吗 29 26还玩游戏 还包酒 其实我不玩 家里有电脑 但是他不想在家里 他就想去找网吧 那感觉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陪他去 他忘在身份证了 忘在身份证之后 我说那我就陪你玩 我把我身份证给你 开一台电脑 在旁边看你玩也行 然后他不玩 就因为这点事吵起来了 为啥呀这个 因为我不想让他 自己看着我玩 后来越吵越严重 越少越严重 他就说离婚吧 那天他都拿那个刀 砍菜板你知道吧 我就特接受不了 他说话很过分 你知道吗 然后我俩一吵的时候 他感觉就是感觉 如果说我说一句 一他跟你说二 比方说我骂他 他会骂我 而且就是说 骂骂鸡眼的说 那个我说那个 你再闭嘴 我就给我踹你 他说过去踹我呀 就这样时你知道吗 我都快疯了 我感觉很生气 有点想发泄一下 我就拿那个菜刀 坐在菜板 就这么就离婚了 后来我父母来了 父母吵起来了 然后我俩 你们两家的父母吵起来了 是的 他父母坚定认为 就是必须得离 他妈他妈也说着 我们俩离 你们就离了 离了 这不都离了这么久了 你们俩今天怎么又来了呢 就是离婚之后 就是一直也是在一起 不是 不是 不是一直在一起 就是偶尔会在一起 没有我的 不是 等于是离了婚 你也没搬出去是吧 搬出去了 那怎么就要在一起呢 但是我对那家有留恋 那是我爸爸妈妈 记着我装起来的 你会经常回家是吧 对 那你呢 放不下了 他找别人了 但是他离婚 他可以找别人嘛 对 找了找别的女人 然后经常往那家里带忙 我就特受不了 不是 你不是跟他分开了 你有什么受不了的呢 不受不了 那是我家呀 就是你可以带到别的地方 无所谓 但是我一进那家 我就特受不了 就等于他又谈恋爱了 把家里带女人 对 那你住那个家吗 我住哪 住我妈家呀 就是偶尔我回去 比如说他今天要回来 他就会说 你回家吧 就把我撵走了 如果他又是那些女朋友 他觉得不称心 或者是真不喜欢 他会想起我 他会给我打电话 说想我了之类的 就对我呼之心来 挥之则去 回来离婚之后 他也有了男朋友 是这样的 他就是离婚之后嘛 他也说说 大家已经离婚了 对方什么样 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 即使他就是离婚之后 找别人 其实我也管不着 因为那是他的自由 毕竟我们已经离婚了嘛 但是他 让我接受不了的一点就是 他离婚之后 怎么样都可以 我离婚之后 如果有男人喜欢我 或怎么样 他就特生气 不是 你们俩还有 最近打电话骚扰你 或者怎么样 你们俩不注意起 你有男朋友他怎么知道 有个私人俩去北戴河 去那时候 那时候我想跟他和好 小男朋友在一起 然后那时候 我们俩在一块 然后出去玩是干嘛的 他那个男朋友一打电话 他唠嗑 我听下去了 然后我出去了 出去之后 然后我就是外面 做了好长时间回去 还在打电话 后来我感觉心很难受 然后我就没支声 后来我俩超起来了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还放不下他 那你干嘛谈得 其实我这样使得也是出一种 我感觉是一种报复心理 我一边因为什么 不是 你处对象 怎么是报复心理 报复谁啊 他一直有观点 我一直接触不了 他什么观点 有一次的时候 我俩在一块吃饭 他跟我说 只要没结婚 我有选择的权利 在我出去下 我也可以认识别的男生 这话我一直不敢认同 你知道吗 只要爱一个人出对象的话 也得全心全意的付出明白吗 我那时在 就是他已经逼问我很多次 就是我俩出对象的时候 他也拿这事吵 所以你现在的逻辑就是 你可以跟他处置对象 还可以爱着别人是吧 不是 因为他那时候有对象 我感觉心里空虚 然后后来因为 就你们俩比赛是吧 他有个对象 你也得有一个 就是有种报复心理 我比不过他 就是有种报复心理 我可比不过他 你谈了几个 我就认识了一个 然后还没多长时间就分了 他呢 我不知道几个了 几个呀 三个 其实真的 我认识那些 我感觉都不如他的一半 因为只有他才是真心对我的 如果当时我聊不吵一下 你什么时候有不吵的时候 你能不吵吗 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能不能我说话 你让着我一点 就没有让着我的时候 你就不能对我都包容一些吗 我错了 其实就是我 小心眼 我觉得婚姻挺恐怖的 你也挺恐怖的 你知道吗 你看 你看 还小心眼 到现在还是让不了 来吧 看看老师们怎么办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对了你所有的情恕啊 我实实心里很痛苦 孩子 你被你家惯坏了懂吗 你根本就不会面对生活 你们多么美好的一个家庭 你不去珍惜他 以后再不要这样去做了 你伤害他等于伤害你自己 他四年内 你给他四次说话的机会总盖吧 他小你四岁呀 让他说四句行不行 然后你再想想再说 就不会有冲动 男人因为原则不放弃是对的 其他的这些小事情之后 根本就不要把他 当那么大的事情去做 你弄反了 完全丢这西瓜 不去跑芝麻去了 我现在问问你们俩 到底婚姻是什么 婚姻就是 就是一条路走错了 一条什么路啊 吵架的路啊 还是挟制别人的路啊 其实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 平平淡淡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啊 一天过不用挣多少钱 只要够生活 不吵不闹就可以了 对这多单纯 多简单的一个需要 可是这点需要都不能满足 这是什么问题啊 你不知道你要负什么责任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完了最后还挑剔他 哎呀 怎么能轻易地说离婚呢 你看造成你们多大的痛苦啊 你找了仨 他找了一个 你说你们还要复婚 因为吐了女朋友之后 我感觉心里还越放不下他 你还感觉 你还凭着感觉吗 你凭感觉他没有胆 没有那个胆量再嫁给你 你想报复他 就找两三个女的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想感觉怎么样怎么样 这你自己苦一辈子 你都苦不明白 闪婚闪离 婚前其实有很多问题 不知道解决 婚后出现的问题 又不知道妥协 所以接得非常的容易 离得也很随意 八个字 不清不楚 糊里糊涂 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弄清楚之前 到底之间 你们还有没有爱的时候 又去对别人付出了爱 你们想想 你的那个三个女朋友 这一个男朋友 你们对他们负责吗 我觉得现在出现在你们当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 两个人都非常的自私 我听到男生说的 最多的就是 我记忆很深刻的是什么 什么说的全都是 你对他做了什么 他对你做的哪些不好 你记得非常深刻 女孩也一样 一个巴掌是拍不下 你们刚才在舞台上是 你来我往 我丝毫看不出 你有什么 为对方多想一些 爱情是什么 婚姻是什么 你们在刚才 那个状态里头 根本就不配去 谈婚论嫁 你们不知道如何 在爱情当中相处 如何应该付出 包容 诚意 都不知道 糊里糊涂地就结了 人马上又离了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 你们可以再试着 去了解对方 试着能不能想的是 对方的好 自己念的自己哪不好 这样你才决定 你们俩是否 能够走下去 在没有搞清楚 你们俩之间的 关系的前提下 千万不要再 开始另外一段感情 离婚不离家 离家还想她 想要一起过 却又不容她 一个喜欢挑逗 一个喜欢战斗 一个糊里糊涂 一个牙子必抱 有爱吗 我相信是有爱的 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是有爱 不知道怎么爱 我特别喜欢养那个 那个君子兰 每次都被我养死 我还喜欢养鲸鱼 我看别人家鲸鱼 特漂亮 也都被你养死 都被养死 死的一条都不剩 不知道怎么养 不知道怎么养 我就去学 但问题是 你们在学的过程当中 却又无法自控 而无法自控是最可怕 其实不想就着你们两人的事 说事 而想就现在的一些家庭说事 现在的一些父母是 该教的不教 不该给的拼命给 房子给你弄好 车给你买好 房子给你装修好 问你们俩 结婚吗 其实他们俩 一开始也未必想结婚 但是一看 你看什么东西都弄好了 结婚好像也挺好玩 那就接吧 于是就接了 接了之后 孩子父母还可以带 总而言之 就是现在有很多夫妻之间 没有真正履行过 作为丈夫和妻子的义务 没有履行 都是父母在履行 可以说 双方的父母那四个人 分别做你们的丈夫和妻子 你们彼此 根本就不是互为夫妻 男的没有担当 女的没有包容 还喜欢挑事 来呀 你打我 来来来来 你打我呀 公伙 是他每次动手之后 然后我才那么说的 是啊 我掐 你信不信我掐死 是啊 我说那你掐死我吧 是啊 所以你就来呀 你就掐死我吧 你就不能不说话 不能 当然毫无疑问 男生的问题是主要的 他根本无法控制 就是我要是报了 我就一定要点报 报了之后 我再说道歉 维持不完 但是你知道 你报了之后 你爽了 别人为什么 就要接受你的道歉 人不能控制住自己 是最可怕的 夫妻之间 其实说句实话 说容易也容易 说简单也简单 但是最起码有最基本的尊重 如果连尊重都没有了 何谈夫妻 就这样吧 我过去一直认为啊 世界上有两样事需要教吗 第二样事是吃饭 第二样事是求偶 这是所有动物的本性 它不需要教 后来突然意识到了 实际这个求偶 和真的建成一个家庭之间 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的 家庭是一个学问 真得去学习 我就建议啊 先从做普通的 人际交往开始吧 慢慢来吧 冷静下来想一想 你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就去找那个 跟你有着共同想法的人在一起 别哭了 30岁的男人 坚强起来吧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想清楚 说真心话 说实话 来 一起进入 黄金60万 其实我还是爱你的 虽然做那些措施 咱俩经历过 失败的婚姻 但是我对你那样还是真的 其实 婚前 那些事情 真的我都不想了 只不过她吵架的时候 每次都是 我也是不让着你 不想 为什么总提呢 因为姐气 懂吗 气谁 气我吗 感觉自己很幼稚 那上我心你知道吗 我最感觉自己很幼稚 就是想我自己的问题 感觉自己很失败明白吗 真的对不起你 真的对不起你 希望你带给我一次机会 想想吧 我会对你好 对你家人好 我会付出我的所有 最新的对你 我相信你是爱我了 你的太自私了 顾子 换箱子去吧 回去吧 来 请关门 各位 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看好他们复婚吗 看好选择接受 不看好选择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现场有76.92%的观众朋友 不看好 还有23.08%的观众朋友 是看好的 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的呢 5 4 3 2 1 杰丽娅提醒您 精彩栏目稍后继续 杰丽娅提醒您 精彩栏目马上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来来来 我看看箱子 男生的秘密是什么 你得藏一多大的秘密 能把这女生给留出来的 女人有的时候确实在感性 我从没和你求过 我知道你特别遗憾 好多错过的事情 如果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今天我就向你求婚 你那里面没东西 我没有秘密 来 有请小花童 有请有请 谢谢你们俩 请回 请回 感谢杰丽娅为本节目 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的 在送这个礼盒给他的时候 希望你在心里能对你爱的人说 爱要有你才完美 同时要感谢 这生活想人生 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 3980元的地宝680一台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 希望你们今天从零开始 好好地在一起 对不起 亲爱的 我跟您在一起的时候 我小心一眼 不像男人 真的 我就感觉到自己错了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带给我一次机会 对不起 您一直到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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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好吗 您要送是吧 我告诉你 没那么严重的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用 主要这颗心改变出行的大事 好吗 谢谢 谢谢 请回吧 祝福你们 接下来的时间 是我们的四位老师 奉献他们最精华的 关于爱情的智慧时间了 一起进入 《杰莉娅爱情保鲜剂》 以获得物质享受为目的的暧昧 就是诈骗 男人无视现殷勤 飞奸即盗 女人对物质来者不惧 不是爱必是妻 感谢 杰莉娅对于本节目的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的节目是由 宝岛电动车特约赞助 播映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 由宝岛提供的电动车一辆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海伦凯乐眼镜 对于本节目的特别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天津卫视 传递生活正能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